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我要跟随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耶稣 要去重生 再被你握住 全心全人 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义 获出荣耀的苦求 勇敢地 向着标杆翅膀 高知双手 赞美你我主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人 都给你耶稣 一生意义 贵宝贵的鬼众的气密 你丰富 安慰 递逼 冲足 教 管我 是我 瓦西林 说满墨 说满墨的能力 将自己 将自己献上当做活气 坐珠上前归着你亲密 你风风暗回避冲足将关往 是我哇几里冲满 没得能力 请弟兄姐妹们安静下来 准备我们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 请弟兄姐妹安静下来准备我们的心 开始今天的崇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开始我们的敬拜 生命纪第31章第8节 生命纪31章第8节 主说 主说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也不丢弃你 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 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我所赐的 不像私人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有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有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不要胆怯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同心来向我们的神奉上祷告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同心地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 祷告后我们要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祷告之后我们继续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求你聆听我们的祈求 求你聆听我们的祈求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愿主日崇拜有父神的同在 愿主日崇拜有父神的同在 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让教会的崇拜都蒙主越纳 让教会的崇拜都蒙主越纳 每个人经历神奇妙的恩典 在当今疫情不断恶化 司空的环境下 在当今疫情不断恶化 失控的环境下 求主捐固我们出入平安 求主捐固我们出入平安 因为你与我们同行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 求耶稣基督的补血遮盖我们 保护我们远离病毒 保护我们远离病毒 主啊 主啊 你说过只要我们相信你 你说过只要我们相信你 依靠你 依靠你 遵行你的道 我们不受毒药的侵害 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里面 远离充满病毒的城市 远离充满病毒的城市 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来自你的喜乐和平安 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来自你的喜乐和平安 因为你的平安是如此的珍贵 因为你的平安是如此珍贵 是教人不忧愁的 要人不忧愁的 我们会以你的道而胜过世上的一切灾难 我们会因你的道而胜过世上一切的灾难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求主施恩 求主施恩 感谢赞美我们的恩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恩主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我们这样祈祷 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落 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这样说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说 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开门的给牧人开门 开门的给牧人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 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 领他们出来 领他们出来 他把自己的羊全都领出来以后 他把自己的羊全都领出来以后 就走在前头 就走在前头 羊也跟随他 羊也跟随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请请听 轻轻听 轻轻听 倾听 他在倾听 我的路人都不想要你 你是我 这生命的祝福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你是我 这生命的祝福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倾听 我要倾听 我要倾听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倾听 倾听 他在倾听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你是我 这生命的祝福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你是我 这生命的祝福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我的羊也都认识我 倾听 倾听 我要倾听 倾听 我要倾听 我最能在众生意 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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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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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倾听 倾听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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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只能在众生意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哈拿的祷告 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分享给大家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分享给大家 撒姆尔纪上二章一到第十一节 撒姆尔纪上二章一到十一节 经文这么说 经文是这么说的 哈拿祷告说 我的心应耶和华喜乐 我的脚应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像仇敌大大夸耀 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 没有人像耶和华那样圣洁 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 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 人的一切行为他都见察 永世的功都被折断 跌倒了人却以力量束腰 饱足的要劳碌迷食 饥饿的不再饥饿 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 有过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从阴间上来 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使人降卑也使人身高 他从灰尘中抬取贫寒的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 使他们与显贵同坐 承受尊贵的作为 大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他把全地安放在柱子上面 耶和华必保护前世的人的脚步 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 因为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 至高则在天上打雷 耶和华必打税与他作对的人 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市集 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 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 后来以利加拿回拉玛自己的家去 那孩子却留在以利济师面前 侍奉耶和华 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都要和我们的处境相连接 都要和我们的处境相连接 以便对我们现在的生命有所提醒 以便对我们现在的生命有所提醒 现在世界处于一个动荡当中 现在世界处于一个动荡当中 教会也有一个复兴的需要 教会也有一个复兴的需要 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 复兴我们的教会 为怎样预备自己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呢 希望我们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得到激励 希望我们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得到激励 去年是庚子年 去年是庚子年 中国人对庚子年有一个特别的警惕 中国人对庚子年有一个特别的警惕 庚子年好像就是灾难的一年 庚子年就好像灾难的一年 的确从1900年算起 从1900年算起 这个每年的庚子年的确都有灾难发生 每年的庚子年都有灾难发生 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宣战 1900年八国联军的宣战 后来在第二个庚子年就是1960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三年灾难灾害 另外一个庚子年就是1960年的时候 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 那也是相当的相当的严重的 也都是相当相当严重的 那么去年的庚子年 就是全世界的冠状病毒的扩展 去年的庚子年就是全世界的冠状病毒的扩散 好像中国人担心的庚子年成为一个世界的灾难 好像中国人担心的庚子年成为一个世界的灾难 好不容易庚子年过去了 好不容易庚子年过去了 但是我们的气还没有闯过来 但是我们这一口气还没有喘下来 因为病毒还在扩散 因为这个病毒仍然在扩散 世界的紧张局势依然非常严峻 世界的局势依然严峻 比如缅甸的军事暴动 比如缅甸的军事暴动 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突然的边境危机 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威胁 北美发生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 北美发生种族歧视的一些现象 还有美国大选之后 踢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言论 还有美国大选之后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 第三性别的产生 第三性别的产生 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像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好像这一段时间 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起不了什么的作用 我们也听不到教会的这种声音 我们听不到教会的声音 教会的责任在哪里 教会的责任在哪里 教会怎样来回应这个世界 教会怎样回应这个世界呢 教会怎样能够不发声音呢 教会怎样可以不发声音呢 好像这个世界都在一种特别消沉 特别的毁涉的一种环境当中 教会也在一种软弱疲态当中 教会也在一个软弱疲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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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基督徒说实在的 还是多少有灰心的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说真的 多数有一些灰心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世界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不希望世界是这样 今天我们来思想哈纳生命的时候 今天我们思想哈纳生命的时候 其实哈纳当时的处境也是相当艰难 其实哈纳当时的处境仍然相当艰难 文化、历史对他来说也是非常严峻 文化、历史对他来说仍然相当严峻 哈纳所处的时代是士兹时代的后期 哈纳所处的时代是士兹时代的后期 士兹并非是选举产生的 士兹并非是选举产生的 他是在关键的时候 他是由人推举出来去领导以色列 反抗外来的压迫的 在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由人们推举选出来 去领导以色列人反抗外来的压迫 可是当时没有一个士兹 能够在当时的时代 来带领以色列的信仰和复兴 但是没有一个士兹在当时 能够带领以色列信仰的复兴 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 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 大家知道神是把迦南地应许给以色列人的 大家知道神是将迦南地应许给以色列人的 可是到了哈纳那个时代 几百年过去了 但是到了哈纳那个时代 几百年已经过去了 可是迦南地仍然不属于以色列人 加南地仍然不属于以色列人 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区 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方 而且十二个支派 散住在迦南地的各个地方 而且十二个支派散居在迦南地各个地方 整个民族是一盘散沙 整个民族可以说是一盘散沙 没有人领导他们 而且他们也受到当地一些文化的影响 而且他们也受到当地一些文化的影响 其他民族的一些邪恶风气对他们的影响 是一些其他民族的邪恶风气对他们的影响 所以说当时的民风也相当的邪恶 所以说当时的民风是相当的邪恶 在士兹记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士兹记最后一个故事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有一个以法连的立位人他娶了一个妾 有一个以法连的利美人娶了一个妾 这个妾是住在犹大地的 这个妾是住在犹大地的 可是这个妾它行为不轨 但是这个妾是行为不轨的 跟别的人有这种不好的行为 同其他的人有一些不好的行为 事情发来以后呢 他就逃回到他的故乡 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他就跑回去自己的故乡 几个月之后呢 这个立位人就要到这个女人的家乡去把它接回来 几个月之后呢 这个利美人就到这个女子的家乡 就把这个女子接回来 要走回到自己的本乡去 就把这个女子呢 就回到自己的本乡去 就回到自己的本乡去 当然 那不是一天的路程 当然 这个不是一天的路程 他们宗徒就在 在比亚明帝的基比亚那个地方有留宿 在路程当中 他们在比亚文人居住的基比亚那里露宿 基比亚是靠近后来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 基比亚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 但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并不叫耶路撒冷 在家里面留宿的时候 当这个比亚文人和这个妾在这个家庭里面借宿的时候 这个比亚明的那个村庄的人 就听说了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比亚文的村庄的人 就听说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这些男人就聚集起来 那些男人就聚集起来 就到这个基属人的家里面去 就到这个寄居的家人的家里面去 要他把这个以法连的利美人交给他们 要是将以法连的这个利美人交给他们 跟他行苟且的事 跟他行这个有且的事 当然这个主人是很正直的人 当然那个主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不允许他们行这么邪恶的事情 不允许他们行这些邪恶的事情 那最后也没有办法 就把这个以法连的利美人的妾给送出去 但最后都没有办法 将利美人的妾室送出去 结果这个妾就被这些人资格摸到了死 结果这位妾室被这些人就折磨到死 这个事情和我们就为你们所说的 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情是一回事 这件事情和我们在旧约里面所说到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情是一样的 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社会的状况是多么的混乱 社会的风气是多么的不好 社会的风气是多么的不好 信仰状况也是非常的不好 信仰状况以致是非常的不好 在《撒姆尔记》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撒姆尔记》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大祭司以历有两个儿子 大祭司以历有两个儿子 也是在做祭司的 也是在做祭司的 可是这两个儿子他们公然地在圣殿里面做 泄瀑神的事情 但这两个儿子公然来到圣殿做泄瀑神的事情 人们把献祭的肉放在祭坛上来奉献给神 人们把这个肉放在祭坛上献给神 可是这两个祭司就要他的仆人把最好的肉给挑走 这两位儿子叫仆人把最好的肉捡走了 公然跟神争夺祭品 公然地和神争夺祭品 你看他们的信仰在哪里 你看他们的信仰是在哪里 你看他们心里有没有神 你看他们心里有没有神 如果祭司心里都没有神 那老百姓会怎么样 如果祭司心里面都没有神 老百姓又怎么样 生活也是腐败的 生活也是腐败的 那这两个年轻的祭司 这两个年轻的祭司 公然把在圣殿附近的女人拿到自己的地方 不公然将圣殿附近的女人拉到自己 跟他们行淫 与他们行淫 所以说从当时的哈拿周边的社会和信仰环境来说 也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从哈拿周边的社会的信仰环境来说 都是非常的差的 这个糟糕的程度和我们现在的糟糕 可能是有得一比 差到的程度 跟我们现在的程度真的有得比 这个信仰状况的消沉 社会的混乱 这个信仰的状况 对哈拿也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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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哈拿在当时的状况 它是怎样的呢 但是对哈拿来说 它是怎样的呢 哈拿是一个以法连人的其中的一个妻子 哈拿是以法连人的其中一位的妻子 这位以法连人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叫比尼娜 这个以法连人还有另外一位妻子叫比尼娜 那个妻子有儿有女 这位妻子有儿有女 可是哈拿呢 一直不能生孩子 但是哈拿是一直不能生孩子 在以色列文化当中 不能生孩子的女人是会被人辞笑的 在以色列文化当中 不能生育的女人是会被人辞笑的 因为神曾祝福他所创造的人 因为神曾经祝福他所创造的人 你们要生养众多 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所以生养众多就是神祝福的标志 所以生养众多就是神祝福的一个标志 不能生育就是被咒诅的象征 不能生育就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周边的人怎么看哈拿 我们就很清楚了 所以周边的人怎么看哈拿 我们就很清楚了 所以哈拿的社会状况 信仰状况是那么糟糕 所以哈拿的社会状况 生活状况是那么差 他自己的处境更是非常让他软弱 他自己的处境真的非常让他软弱 他的丈夫另外一个妻子不放过他 他的丈夫另外一个妻子不放过他 随时都讥笑他 随时都讥笑他 甚至在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 那个女人也会嘲笑他 甚至乎去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 那个女人都会嘲笑他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哈拿真的非常非常难过和软弱 哈拿真的非常非常难过 和软弱 她一个人坐在圣殿面前 靠着门前的栏杆 靠着门前的栏杆 她祷告都发不出声来 她的祷告都发不出声音了 只看见她的嘴巴在那里动 只是看见她的嘴巴在那里动 她祷告说 她祷告说 万君之耶和华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眷恋不忘婢女 眷恋不忘婢女 是我一个儿子 似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她终生归于耶和华 我必使她终生归于耶和华 我用剃头刀剃她的头 不用剃头刀剃她的头 在她的软弱当中 在她的软弱当中 在当时信仰状况那么样的差的情况之下 哈娜仍然是记得神的 她仍然相信神 她把自己的补闷软弱痛苦都交给神 她把自己的补门软弱痛苦都交给神 她的信心蒙了神极大的眷顾 她的信心蒙了神极大的眷顾 她回到故乡之后 就在她的丈夫的生命当中 就得了一个孩子 她和她的丈夫就得了一个孩子 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这是一件非常蒙祝福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蒙祝福的事情 第二年要到圣殿的敬拜的时候又到了 第二年要到圣殿敬拜的时间又到了 她丈夫又带她一起到圣殿去敬拜 她说我这次暂时不去 她说我这次暂时不去了 我要把我儿子养到断奶 我要把我的儿子养到全奶的时候 然后我再把我儿子带到圣殿去 然后我就把我的儿子带到圣殿去 因为我已经向神许过这个愿 要把她献给耶和华 要将她献给耶和华 她叫做拿希尔人的愿 后来我们就知道 那个愿就是叫做拿西尔人的愿 因为在以色列的这样的信仰环境当中 因为在以色列人信仰的环境当中 除了利未人他们是专门卷选出来侍奉神的以外 除了利未人专门出来侍奉神之外 在利未人亚伦一族的人里能够做祭司之外 其他族群的人是不可能全职的侍奉神的 其他族群的人是不可能做全职的侍奉的 除非你在神面前立下拿西尔人的愿 除非你在神面前立下拿西尔人的愿 终生的不剃头 终生的不剃头 终生的不喝酒 或者按照你许愿的长短来侍奉神 或者按照你许愿的长短来侍奉神 最短是一个月 最短是一个月 最长是一辈子 最长是一世的 哈拿给儿子许的愿是一辈子 而哈拿为他的儿子许的愿是一辈子的 那么他要把他的儿子交给圣殿 交给神 他要将他的儿子交给圣殿交给神 端来的日子到了 他把儿子带到了圣殿里面 他将他的儿子带到圣殿里面 交给了当时的大祭司以利 交给了当时的大祭司以利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的就是 他在把儿子奉献出去的时候的一段感恩的祷告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 他将他儿子奉献出去的时候一段感恩的祷告 他的祷告的内容刚才我们已经读到 他的祷告的内容我们刚才已经读了 现在我们把他的祷告分四个要点 我们来分析 现在我们将他的祷告分成四个要点来分析一下 第一 他祷告的时候相信神是全能和圣殿的神 他祷告的时候相信神是圣结全能的神 哈拿祷告说 哈拿祷告那里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 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 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 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 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 因为除了以外没有别的神 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 也没有攀石像我们的神 也没有盆石像我们的神 他的祷告 他所反映的信心 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信仰环境完全是180度的不同 他全然相信神是掌王权的神 他全然相信神是掌王权的神 是圣结的神 是圣结的神 虽然圣结里面有不圣结的行为 虽然圣结里面有不圣结的行为 虽然圣民有不圣结的生活表现 虽然圣民当中有很多不圣结的生活表现 但是神是圣结的 但是神是圣结的 他永远是我们每个人的依靠 他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依靠 所以这反映出哈拿在自己的表现当中 他跟神的关系 也都反映出哈拿自己的生活当中 他与神的关系 他对神的信心 他对神的信心 这也表现他把儿子送给圣殿的那个时候的心态 也都反映出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圣殿的时候的心态 他把自己的儿子给伊利他放心吗 他把自己的儿子给伊利他放心吗 他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伊利他放心吗 伊利连自己的亲儿子都养不好 伊利连自己的亲儿子都养不好 他能够把自己的撒姆尔带好吗 他能够把自己的儿子撒姆尔带好吗 他把儿子献给的是神 他把儿子献给的是神 而不是献给伊利 而不是献给伊利的 他相信神的作为是无所不在的 他相信神的作为是无所不在的 虽然间说是伊利看顾他 但是真正的在天上上王权的是神 但是在天上真正掌王权的是神 神是以色列的磐石 神是以色列的磐石 也是他自己的磐石 也是他儿子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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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放在侍奉神的环境当中 让儿子为复兴以色列国作出作为 这是哈纳的第一段祷告 这是哈纳第一段祷告 反映出他对神的信心 反映出他对神的信心 第二段祷告 第二段祷告 他代表着那个世代向神认罪悔改 他代表着那个世代向神认罪悔改 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 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 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 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 人的一切行为他都监察 人的一切行为他都监察 人为什么邪恶 人为什么邪恶 祭司为什么亵渎神 祭司为什么亵渎神 敬拜神的人为什么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敬拜神的人为什么走上相反的道路 全然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 全然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做的事情神看不到 以为自己做的事情神看不到 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掌管一切 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掌管一切 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个样子 以利两个儿子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的骄傲就是他们犯罪 所以他们的骄傲就令他们犯罪了 他们口里面就出现了狂妄的行为 他们口里面就出现狂妄的行为 导致以色列的败坏 导致以色列的败坏 但是哈纳相信神检查一切 但是哈纳相信神监察一切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出神的眼睛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神的眼睛 神一定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行为 报应个人 神一定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行为 来报应我们 他内心里面充满了 代表这个民族悔改的心意 他心里面真的充满着 代表这个民族悔改的心意 他献上儿子也是这种心意的表达 他献上他的儿子也对这种心意的表达 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替神来带领以色列的悔改 也希望他自己的儿子能够替神带领以色列人悔改 重新归回到神的正道当中 重新归回到神的正道当中 他的第三段祷告内容 第三段的祷告内容 勇士的功都被折断 勇士的功都被截断 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 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 饱足的要牢碌觅食 饱足的要牢碌觅食 饥饿的不再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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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生育的是那七个儿女 又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 有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 有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 也有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 也和华死人死 也和使人死 也使人活 也使人活 也使人下阴间 也使人下阴间 也使人从阴间上来 也使人从阴间上来 也和华使人贫穷 也和使人贫穷 也使人负足 也使人卑微 也使人身高 也使人升高 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 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罚的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罚的人 使他们与显贵同坐 承受尊贵的作为 承受尊贵的作为 这段经文讲的是神的救恩 这一段圣经是讲到神的救恩 一切都在神的奖管当中 神可以决然地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 神可以截然地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 贫穷的可以富足 贫穷的可以富足 瞎眼的可以被看见 黑眼的可以被看见 迷失的可以找到道路 迷失的可以找到那条路 下到阴间的也可以被提上来 下到阴间的也可以被提上来 这个救恩是对以色列的 当时的状况的一个预告 这个是对当时以色列的一段预告 神会拯救以色列人 神会拯救以色列人 翻转以色列人的历史 是以色列人回转到神身边 是以色列人回转到神身边 同时也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种意识 因为耶稣基督虽然被吓到阴间 因为耶稣基督虽然被吓到阴间 但是因为他无罪的生命 他又从死里复活 但是因为他无罪的生命 他从死里复活 被提为自高 被提为自高 哈拿的信心的祷告 哈拿信心的祷告 使他被神摸到了 神的语言放在他的心里 神的语言放在他的心里 就变成对未来的一个先知的预言 就变成对未来先知的一个预言 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下面一段经文更是 下面一段经文更是 反映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反映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祷告说 他祷告地说 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 也说要审判地的四极 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 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 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角 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角 在当时的时代 以色列人是没有王的 在当时的时代 以色列人是没有王的 没有谁要想到要有一个王 没有人会想到要有一个王的 这个王是在他的儿子 做祭司的时候立的 这个王在他的儿子做祭司的时候立的 可是在他当时是没有这回事的 但是在他当时是没有这回事的 但是在他祷告当中 但是在他的祷告当中 他看到了神的救恩 他看到神的救恩 他看到神要高立他的王 后来大卫就承接了王的地位 后来大卫承接了王的地位 大卫也是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表 大卫也是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表 耶稣基督的救恩 不是仅仅是限于以色列的 耶稣基督的救恩 不是仅仅是限于以色列当中 所以哈拿的祷告 就看到了救恩将在四极发生 所以哈拿的祷告就看到 救恩将来会在四极发生 就是在地的四极全世界 兴起神的审判 就是在地的四极全世界兴起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要面临全地 神的审判要面临全地 祂的救恩要领导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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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哈拿的祷告 这个就是哈拿的祷告 从哈拿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 他的软弱当中的信心 从哈拿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 他在软弱当中的信心 他看到了在黑暗当中的光明 他亦都看到黑暗当中的光明 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他的儿子就是他期待的代表 他的儿子就是他期待的代表 结果他的儿子的出现 真的是体现了他预言当中的光明 真的是体现了他预言当中的光明 把以色列人带回到敬畏神 同拜神 顺服神的轨道当中 将以色列人带回到敬畏神 崇拜神 顺服神的轨道当中 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 哈拿的生命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激励 好 今天我们一重来思想 哈拿的生命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每个女人 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每一个女人 都是很特别的女人 都是很特别的女人 他对我们的历史都有一种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对我们的历史都有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譬如说 沙拉 譬如说 撒拉 他玛 他玛 拉荷 拉荷 路德 路德 以斯帖 以斯帖 玛利亚 他们都在历史的关键的时候 神预备的女人 他们都是历史的关键当中神预备的女人 他们为历史的转折做了预备 他们为历史的转折做了预备 哈拿也是一样 哈拿也是这样的 因为她的信心 因为她的信心 因为她的生的儿子 因为她生的儿子 为以色列的历史的反转 为以色列的历史的翻转 以色列的信仰的复兴 以色列信仰的复兴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现在我们看哈拿 现在我们看哈拿 希望哈拿能够激励我们 希望哈拿能够激励我们 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历史 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历史 来翻转我们的信仰 来翻转我们的信仰 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第一个 我觉得从哈拿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到的 第一个 可以从哈拿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到的 不管周遭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 无论周遭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 我们的境况是多么的软弱 我们的境况是多么的软弱 我们都要像哈拿一样 我们都要好像哈拿一样 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 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 专心的仰望神 专心的仰望神 第二个 第二 要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 要以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守住我们的愿 守住我们对神许的愿 哈拿他向神许愿 哈拿向神许愿 神祝福他 神祝福他 他就向神还愿 他就向神还愿 以感恩的心把所得到的全部归回给神 而感恩的心 将所得到的全部归还给神 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们向神祈求 我们向神祈求 神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神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祝福我们 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来祝福我们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你领受神的恩典 当你领受神的恩典 就要向神还你的愿 就要向神还你的愿 这是预备你领受更大的恩典的前奏 而是预备你有更大的恩典的前奏 第三个学习 第三个学习 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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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和神 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哈拉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了 自己该得到的就满足了 哈拉不是得到自己该得到的就满足了 他把自己的儿子向神还愿 他把自己的儿子向神还愿 他把更大的盼望仰望教徒给神 他把更大的盼望交托给神 神你既然这么祝福了我 神既然你祝福了我 你也会这样祝福你的以色列民 你也会祝福你的以色列民 你也会这样祝福你的世界 你也会祝福你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岛国当中 就把以色列民全世界 仰望教徒给神的手中 所以在他祷告当中 我们看到他将以色列民 全世界交托在神的手中 他就看到救恩 他看到救恩 他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就在他祷告当中 大大的祝福了以色列人 神就在他祷告当中 大大的祝福以色列人 也祝福他的儿子 也祝福了他的儿子 成就了神交托他的使命 成就了神交托给他的使命 所以说我们也要像哈拉一样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像哈拉一样 一定要有一个庞大的信 一定要有一个很庞大的心 宽阔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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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神的救恩 仰望神的救恩 为这个世界付上你的代价 为这个世界付上一个代价 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 承担你应该要承担他的责任 第四 满怀信心 满怀信心 在对神的仰望中充满得胜的喜悦 在对神的仰望中充满对神的喜悦 这个哈拉祷告的时候 他有说吹脚是不是 哈拉祷告的时候他吹这个号角 吹号角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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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号角是一种得胜的一种标志 吹号角是一种得胜的标志 号角是表示心里喜悦的一个象征 号角是表示一种喜悦的象征 号角是表示一种喜悦的象征 其实他当时祷告的时候 依然在非常复杂的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 其实他当时祷告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黑暗的环境当中 但是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了救恩 但是在他的祷告里面 他心里面充满了喜悦 他好像已经得到了一样 好像他已经得到了一样 所以说内心里面 因为耶和华神的祝福而欢呼 心里面因为耶和华的祝福而欢呼 因为耶稣基督的审判而喜悦 因为耶稣基督的审判而喜悦 因为神的救恩领到了 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 在信心当中充满了喜悦 在信心当中充满了喜悦 这就是信心 这就是信心 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 当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 你已经得到了 当你还没有胜过的时候 当你还没有胜过的时候 已经战胜了 你已经战胜了 心里面充满了高兴 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四月环境当中 我们在这个世界环境当中 神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神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让我们为未来的改变荒唬 让我们为未来的改变而欢呼 教会现在是低沉的 我说的不是我们这间教会 我说的不是我们这间教会 是普世的教会 是一个普世的教会 好像都是很软弱 好像都是很软弱 但是神一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 但是神一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 并且大大使用我们这个教会 也大大使用我们这个教会 你如果相信 你如果相信 你就喜悦 你就会喜悦 你就高兴 你就用你的生命 投入到这个胜利的喜悦当中 你就会用你的生命 投入在这个喜悦当中 参入到得胜的私奉当中 参与这个得胜的私奉当中 成为一个得胜的耶和华军队的一员 成为得胜的耶和华军队的一员 神一定会奖赏你 神一定会奖赏你 因为你是得胜的精兵 而因为你是得胜的精兵 我们感谢神 那我们这个祷告 来为今天的所领受的 向神献上我们感谢 我们以一个祷告 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 向神天上感恩 天父上帝感谢你 这对哈拿的生命激励我们 天父上帝感谢你 藉着哈拿的生命 来激励我们 虽然世界险恶 虽然信仰低沉 虽然信仰低沉 但是你是得胜的君王 但是你是得胜的君王 你过去猜败了哈拿的儿子 来带领以色列人的悔改 你过去猜派了哈拿的儿子 带领以色列人的悔改 你现在也会欣请你的儿女 为你而振战 你现在也会 兴起你的儿女 为你而振战 我们就是儿女当中的一员 我们就是这些儿女当中的一员 你是得胜的元帅 你是得胜的元帅 你所带领的精兵一定会得胜 你所带领的精兵一定会得胜 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满怀喜悦地投入到这个侍奉当中 我们满怀喜悦地投入到这个侍奉当中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的复兴 看到了教会的复兴 看到了教会的复兴 创造了你的德性 主啊 祝福你的儿女 主啊 祝福你的儿女 祝福你的教会 拯救这个世界 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你仰恋 你仰恋 保守你所爱的 你忽必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 从与你的风起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平着星星领寻 你丰盛的依奉 世界也不能躲去 生美好的指引 我平着星星领寻 你安顿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应许 你签探 你忽调 保守你所爱的 你忽必 永远不离不弃 你忽必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遭遇你的空气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这星星领取 你奉生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过去 成美好的指引 我凭这星星领取 你也别永不止心 看见美好应许 成就荣耀 全都会与你 我能厚着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过去 成美好的指引 我能厚着我相信 你指引到过我里 看见美好应许 成真我前行 全已经百里 我能厚着我爱你 你指引到过我里 看见美好应许 成真我前行 全都会与你 成真我前行 全已经百里 看见美好应许 成真我前行 全已经百里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天地的祂 受难 全能的父 皇上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耳宫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一同领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瓶勇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今天为你祝福,今天为你祝福,也和我的天天堂团, 你在家在外的处理,也和我的一路跨路, 每当出去恐惧的事,因为这不是从神来。 靠着耶稣永不游动,我们一生永远大路。 久保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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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冲振 bow cosmic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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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 享生到第一断肢国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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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到去